观众朋友 窗口连队不仅是礼仪表演性的 这个连队的军事素质也是相当过硬的 他们多次在军区军分区的比武中取得好的成绩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五公里越演训练 我们去采访他们 中哈两国军人的友谊在不断的加深 会谈会晤参观连队的设施 信任在合作中不断的增进 中哈两国军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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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军人已经感觉 您的大努力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 빛 那这些军人呢? 这组要都还用 behavior 就是肩餐 肩餐 肩餐 又肩餐 一份肩餐 又不穩 肩餐 费用的肩餐 肩餐 你拆了它? 我想 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置组把一块匾牌送给了哈方哨所 祝愿中哈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在组合时 他也是公认的尖子 虽然候选人不少 个头和形象都不错 但出任八颗头连长 最终还是他这个四船小个子 就任八颗头连长的两年时间里 他和全联官兵一到 全面落实纲要 各项工作都达到了军区和总部的要求 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 他本人也两次立功 他不仅按照新训大纲完成了所有的训练课目 而且还结合窗口连队的特点 新增了刺杀操 军体拳等内容 这些内容虽然都是礼仪表演性的 床跑耐力训练却有点力不从心 小伙子牙一咬 脚一跺 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飙上了 谁让咱是窗口连队的兵呢 从此 沙袋和绑腿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身 小赵 特训练吗 是的 你这个沙叨心和这个绑腿有多重啊 我的沙叨心是15分钟 绑腿是4分钟 这个绑腿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有钢筋 有钢满 这样坚持训练有多少时间了 训练了 跑下来是需要多少时间 19分20秒 19分20秒 小赵这个突中跑 感觉怎么样 我们在一块跑 成绩还是比较好 你这样坚持就是多复仇 跑步有多少时间了 跑步跑了有一年 但一个月 那你认为什么是传口连队的 传口连队就是素质比普通那些连队要高一点 不管是干部的战士 作为一个传口连队士兵 干部对我们要求的很严 各方面都达到近乎于苛刻的要求 但是能在这样的连队里面当兵 我们感到很光荣 很骄傲 战士们都明白 军资是窗口连队形象的直接体现 只要有时间 这样的训练总是少不了的 身在遥远的八颗图 标准跟天安门国旗班一个样 战士们都在向极限挑战 向耐力挑战 他们就是以这样的训练 来塑造一个窗口连队的形象 无论训练多么累多么紧张 每天两次的巡逻是雷打不动的 八颗图是蒙语 翻译过来就是长满水草的地方 巡逻路上鹿尾丛声 糟者泥泥 徒步是必不可少的 常年在捡水里泡 战胜的腿就脱皮裂口子 疼养男人 但是一马平穿的地形 人处越近非常的容易 除了频繁的不间断的巡逻 再没有别的办法 连长 咱们这条巡逻路有多长啊 这个九公里 全是沼泽地啊 这边到南少路那边全是沼泽地 大概有三公里 三公里多啊 你们每天巡逻几次啊 我们每天巡逻两次 巡逻两次啊 这边就是我们连一个重要的巡逻路段 每到三四五这几个月啊 就是冰水融化 地下水位就上升 形成大变的沼泽 艰苦创业 以连为家 是八颗图连的连魂 副连长是连队的大管家 他一门心思就想着这个家 女朋友要调他去乌鲁木齐 他对女朋友说 我学的是边防专业 我的事业在八颗图 女朋友不理解 最后只好分手 让我说是连这点牺牲 都不要让我做出 我觉得我们的军人 最主要是奉献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发展一些奉献 我自己想好吧 我觉得我的事业应该在军队 窗口连队的人 没有哪一个是局外人 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都关系着连队的总体形象 这位婴儿出生时 母亲难产 是军医救了母子二人的命 对这个是吧 这是个哈萨克斯小男孩 他们家里有一个企业名字 企业名字 叫什么名字 小兵 小兵 这是汉子名字 那他应该还有一个哈萨克斯名字吧 牧名 感动人的事远远不止这一件 我们接到那个少女的指示以后 就是命令我们全面出动 帮助协助哈方 把这场大号铺 当时火是很大 暂时的头发 雷毛 甚至有些头发 脚下给扫手了 当时那个哈方 别人扫手 他们的一些军官和士兵 都给我们快救火 对我们俩那个干部战士来的那种不怕哭 那种就是相当称赞的 在这个小乐队参加训练以后 现在能够读作多少支曲子了 就判断了 你也有遙矩的 你也有遙分的 你不能收拾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